欢迎收看小李说球CCTV5今晚8点直播中国女排对阵日本女排 就这场比赛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决战 慕庸置疑的今天这两个支球队谁赢谁谁期间晋级16强 当然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输了也能晋级16强 那谁不想提前进呢 提前进之后我们后面就还有两场比赛的话 我们就可以非常轻松 尤其打捷克的时候我们不用总派这七个人 总派这七个人累死了 就可以让很多人进入休息期间 然后去准备后面的比赛 我们包括有商量的龚湘羽 所以说今天我们慕庸置疑就要赢 说实话就是跟日本确实有失禁利益 菜不菜就看今天了 到底是菜知道还是真菜知道 到底菜不菜那就得看今天菜还是那锅菜 是吧炒菜的人呢就叫蔡斌 蔡斌今天能不能炒得好那就看今天了 说实话是联赛呢 打日本打泰国的两场比赛并没有炒好 所以说这也是大家质疑 也乃至收视率下降 大家对中国女排有颇多微词的原因 作为这个中国女排的老书迷小李怎么卡 我觉得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 二呢我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有一个什么状态 或者是我们到底这两个月有没有演练 跟强队打我们是派一个什么的阵容 是吧我们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预有什么预案派到到一个分呢停滞的时候会苦派谁上来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秘密武器这些东西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中国女排可以赢大概是3比1 当然3比0是最好的 是吧不好说是吧 那今天这把也对于对于蔡指导来过呢也是挺重要的 如果今天他蔡了可能会影响后面他明年再继续执教了是吧 明年还真不一定他就能执教了 没准郎平他就回来了或者继续选帅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因为今年中国女排这帮人没少练 今年我们练了10个月了 今年九月份都过去了马上就10月份了 差不多都快练10个月了 多多少少咱们那看点正常的结果呀 八强不叫结果打赢打赢日本对吧打赢日本 那能叫结果我不我不管世界咱们弟弟但是亚洲必须要排第一 亚洲日本太空也都没赢了 你有脸说上劲吗没有脸抬不起头来呀 没没没没那个没那个能力 期待今天我们能够一学前职